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今年江湖法会上有一个上台发言的肺癌晚期 就是他不是发言之后 他不是自从法会发言完之后回到酒店就出问题了 现在这个人就是情况不太好 请教师傅指点一下 他怎么回事啊 这很简单 并不是代表他做功德上去法事了 他马上就会好的 因为他的业障还是有的 我讲一个事情 我不是说我们的法门的 其他法门有一个事情 对不对 我也帮人家其他法门讨个公道吧 对不对 有一个人到其他法门去了 进去没几天 本来进去没事的 进去没几天发病了 发病了最后呢 好了 一直用其他法门的方法再救我 救他后来没死掉了 那么家里的人非常 对这个法门非常不好 那么我帮他讨个公道呢 我是这么讲 所以说这个人呢 本来呢业障呢应该是很重的 很重之后呢 他这辈子如果把他爆掉了 爆掉之后 他下辈子可能就应该说到天上去 因为你不相信的人 人间是不同的呀 那么这样的话呢 你到了天上之后呢 你这辈子所有的业障全部爆掉了 因为你啊 你皈依佛门了 啊 就这个事情提早爆掉了 啊 你没什么痛苦 你走掉了 本来呢 会生癌症 可能一直拖啊拖啊 但是至少拖个三十年 会痛苦的不得了 虽然没走 但是会很痛苦 那么这个 这个这个事情呢 实际上是正式的一个事情 像这种情况的确有 那所以我就 讲过一个故事 所以有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 一个 一个当地的一个 一个乡镇里面 一个 一个中医啊 他非常善良 对人家好得不得了 啊 生出来 生出来三个儿子 三个儿子 一个脑瘫 一个从小没手的 一个好像眼睛瞎掉的 人家说这个医生这么好 为什么 为什么会生出这么三个孩子 然后呢 这个医生呢 更加勤奋 他就 他就照桥 照桥铺路 不停的做功德 在乡村里面 没有一个人不说他好的 免费给人家治疗 人家都很同情 他三个孩子 他希望 他做了这么多功德之后呢 能够让这三个孩子 脑残好起来 残废呢 能够自立 然后呢 眼睛瞎的能够看见 因为过去嘛 旧社会嘛 很多人都相信这些的嘛 结果呢 没想到 念了经之后 做了这么多功德之后呢 第一个孩子呢 死掉了 第一个脑胎孩子 突然间抽气就死掉了 第二个孩子呢 残废 有一次在出车祸 走不快被人家 马车架死了 第三个孩子呢 被雷劈了 那么所有村庄里的人 都叫老天啊 观世音菩萨 你舅舅啊 你怎么不长眼啊 他这么好的一个医生啊 全村人都为他求啊 结果 结果他的夫人 做了一个梦 就是菩萨 天上的玉皇大帝 还天上的菩萨 告诉他说 本来这三个孩子 到人间来 就是第一 来讨债 第二 来要他的命 他的命活不长 而且他的所有的钱财 家产 全部会被这个三个孩子用光的 而且这个三个孩子 前世是很大的业障 这辈子是来还债的 就是说 一直要受苦 受一辈子 现在因为他爸爸的造脚铺路 学博修心 使他们三个人找报了 就是业障 找报掉 所以他们先被天上收回去了 一直都收回去之后 告诉他 还会生三个麒麟 过去说 老天必将麒麟给夫人 就是他梦中是这么讲的 结果后来呢 他太太这三个孩子 刚刚死掉没多少时间 生出了三个非常可爱的孩子 也是三个 三个孩子 三个儿子 生出来之后考状元 越来越好 实际上这个就是告诉他 他所修心的 他布施的东西 他所做的功德 那是后面才报 你过去的事情 并不代表你现在就能报掉 明白了吗 是这个概念 那是否你说 就是老天给他送了三个孩子 就是三个麒麟 是他命里有的 还是上天赐给他的 就是通过考察 他修善 做了这么多工作 那很简单 那是赐给他的 因为这个三个麒麟肯定是 这个已经不是人了 这不是人投胎了 天上下来的叫麒麟 明白了 谢谢 也就是说一个人 你不要说你刚刚做了点赛事 说怎么不来表扬我 我怎么拿不到奖状 师父今天能够拿到世界和平奖 我努力了多少年 是的 对不对 我付出多少 人家看得见吗 看不见的 很多人记住你 你凭什么拿和平奖 你知道我做了多少好事 我为这个和平做了多少功德 人家知道的 就是 现在是我获得了这么多荣誉 有的人就是羡慕嫉妒 汉养说的那句话 那不要说我了 你就现在中国得 洛贝尔那个医学奖的那个女的 被人家嫉妒的够厉害不了 要摄摄土油油 土油油 你看看看 对不对 叫他多涂点油 那以后就不会手气了 涂油油的 谢谢 谢谢